女人从无父无母的孤女 变成了锦衣玉食的大少奶奶 可她却在花轿中泪流满面 等她从轿子从出来时 已经擦干了泪水 变得明媚动人 让新郎官高兴不已 新婚之夜 男人呆呆地说了句冷笑话后 便解开女人的衣裳 和她共枕而眠 而T红看到丈夫原来如此清秀儒雅 温柔细致 也放下了心中的最后一点念想 决心和她在一起好好生活 其实T红原本拥有一个初恋情人 她在出嫁时落泪也是因为 从此要和恋人难以相见 之后都要困在深宅大院中了 T红之所以无法和恋人在一起 因为她是一个段长 这对于当时迷信的人们来说 是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事情 因为传说中有段长文的人 惠客身边的人 恋人的父母之所以不接受她 也是因为这个迷信的思想 而她好像真的被厄运缠上了 走上了一条曲折和传奇的人生 她的父母靠补于为生 为人老实憨厚 还有一个弟弟 一家人本是非常幸福的生活 但偏偏天降意外 父母在一次出海时意外身亡 只留下年仅13岁的她 和弟弟相依为命 父母的丧事草草办了之后 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舅舅的家里 虽然舅舅家里也不算富裕 但对秀红姐弟却是极好的 而姐弟两人也非常的懂事 想着早些干活报答舅舅一家 随着年纪的增长 秀红出落的清秀动人 有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 而且她还有一手极好的秀工 不少富家太太都十分欣赏她 所以每次拿到她的秀品时 多多少少的都会给一些赏钱 因此秀红就靠这个挣钱 给舅舅和舅妈补贴家用 而弟弟则继承了父母的工作 以打鱼为生 一次踢红受邀去参加宴会 豪门大护理夫人就对她的手脚大肆夸奖 夸她模样出众又有小脚 一定会是个富贵命 宴会一结束 老夫人便托媒婆上门给外孙说亲 想让踢红做家里的少奶奶 可踢红却以照顾弟弟唯有给婉拒了 因为在她的心里早已经有了一个心上人 她是在村里唱戏的武生秦海 男人在踢红眼中是那么的威武可靠 在庙会上 踢红含情默默地看着秦海 威武地耍着手中的棍子 在两人的一个对视间 踢红感觉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秦海平日里对姐弟良也是十分地照顾 他经常借着弟弟阿江的名义 来给踢红送东西 两人虽然没有说开 但对彼此的心意也都心知肚明 虽然两人的感情不被父母许可 但他们相信总会有好转的一天 而踢红也不求什么大富大贵 他只要弟弟和心上人 如现在一样都陪在他的身边 便心满意足了 可惜天不遂人愿 没多久弟弟遭遇了海南 等他赶到的时候 弟弟的身体已经变得僵硬冰冷 踢红伤心地晕厥了过去 醒来后 秦海正为定制棺木 踢红站在门 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 唯一的一个亲人就这样离开了 他内心的悲痛根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正是因为弟弟的死 对他打击太过严重 导致他内心的想法也发生了改观 之前他认为友情可以饮水饱 但是他却意识到金钱的力量 如果有钱 父母不必去海上捕育 弟弟更不会走上他们的老路 所以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改变命运 于是他答应了新家的求亲 即使连丈夫一面也没见过 也不知道在深宅大院里会遭遇什么 可他心里一横 只想改变自己的无依无靠的人生 就在踢红出嫁的这天 秦海一个人跑到大海上 祭奠死去的弟弟 让他一路走好 自己将来有钱了 一定给弟弟烧条大船 其实江海祭奠的不只是弟弟 还有自己逝去的爱情 而踢红见到清秀儒雅的丈夫后 内心又松动了一些 感到命运似乎还没有完全抛弃他 给他的一个人人羡慕的好婆家 这一刻 他选择忘掉心里的那个人 只愿将自己的后半生 交付给这个富家少爷瑞宇 随着时间的流逝 踢红和瑞宇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不久之后 踢红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孩子 那是一个男孩 叫慧池 夫妻俩对这个唯一的孩子很是喜爱 他们的家庭也很美满 若瑞宇外出工作 而踢红就留在家里相夫教子 虽然他仍时不时地想念弟弟和秦海 可是幸福的生活渐渐冲洗了悲痛 让踢红的内心平静下来 认为只要这样下去 也未尝不是自己想要的 祥和美好的生活 就在他以为 日子会一直这么平淡安逸地过下去时 又是一个暴雨倾盆的天气里 踢红接到了自己丈夫重病的消息 被吓人们抬了回来 踢红啊 你这一生 是我误了你 可怜 这般年纪 就失去了一个好 挥痴 这么小 就无福可教 瑞宇重病很快便撒手人寰 接着 公婆因伤心过度双双离世 偌大的新家全靠踢红独自撑着 丈夫的去世 让踢红对自己的命运和未来 再度恐慌了起来 他开始日夜难安地做起了噩梦 这天夜里 从梦中惊醒的踢红 听着吵闹的声音来到了院子里 他看着和众人开心玩乐的儿子 一改以往的温柔神色 严厉地说教众人 新家是不是对你们太好了 工作太少 吃得太饱 穿得太暖 所以半夜还有立即在那边吹销作乐 你也不想想 慧智什么样的身份 他没有父亲管教 已经够可怜了 这么小 你就教他玩乐放荡 那长大以后 你不就在他去赌去嫖 他把下人赶出了心腹 还狠下心亲自鞭打儿子 其实打着而生 痛在娘心 他又何尝想这样对待 没了爸爸的孩子呢 可正因如此 他更要严加管束 不让儿子因为缺少看管 而走上企图 之后的慧智也懂事多了 看懂了母亲的苦心 更加用心读书 不让梯红为他多操心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见到梯红只剩孤儿寡母 向来和蔼的大伯 也显露出了自己 深藏多年的野心 他以梯红式女人为由 趁机接受了他们家中的生意 一下子无事可管的梯红 陷入了空虚寂寞中 他请来一帮戏班来家里唱戏 戏台上一个女扮男装的小声 吸引了梯红的目光 他多像自己曾经也是戏班里的初恋 于是他经常留那女人在宅子里 听他讲天南海北的故事 这样只能困在宅院的梯红沉溺其中 几乎每天都招戏班子过来给他唱戏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给了虎视眈眈的大伯更多可乘之机 一不留神 大伯竟然把慧智接去了他那读书 这让梯红彻底的清醒过来 大伯不是要抢继承人 彻底绝了新家的路吗 梯红马上到账房查账 却发现这几个月来 家里是入不敷出 而且生意全都到了大伯的手里 于是他直接将戏班子给赶了出去 把儿子从大伯那里接回来 为了让慧智不受他们争财产的影响 他决定送慧智去国外读书 其实他很后悔之前对儿子的忽视 不舍得送儿子离开 可只有走出去 才会有更好的未来 他还是忍痛将慧智送走了 之后他辞掉了大伯安插在商铺中的人手 还跑到大伯家剧里力争 我实在不应该 只知道看戏玩乐 都没有注意到账房的校书 已经年老体衰 账目不清 校书未经让他回去养老 桂花巷的账目 我找我舅舅的儿子 来管理 自己人也比较信得过 大伯也应该休息享受才对啊 他的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 使大伯不敢反对 让T红再次把握了财政大权 这次在管理财政上他兢兢业业 一刻不敢耽搁 终于让新家的家产在他这个女人手上 蒸蒸日上 终于守住了家产 没有辜负丈夫和公婆所托的T红 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可是在闲暇时他仍是那么的寂寞 于是学着别人的样子抽起了大烟 没多久俯上来了的年轻小似春树 他的嘴巴能言善道 而且经常主动服侍T红点烟 慢慢成了和T红最亲近的下人 而T红也很满意这个小伙子 经常扯不给他做衣服 春树只是笑笑不说话 T红又问他难道他没有一个重义的吗 春树盯着T红半天后 说出一句 再美再好 也没有少奶奶的一半呢 虽然他已经四十来岁 比面前这个小伙大了二十岁 可依然会为男人炽热的目光而被打动 最终在一个深夜 他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感情 而树春则是为了爬上枝头变凤凰 两人就这样跨越了最后一道防线 可春树一爬上了T红的床 就作威作福起来 春树也是你叫的吗 起码也该叫个春树哥嘛 T红认为留着他是个祸患 便索性设下圈套将他赶出府底 接着开始想办法 怎么处理掉肚子里面的孩子 可谁知还没等有主意 儿子就回来探亲了 他只能努力地往肚子上缠着白补 试图掩盖凸起的肚子 多年未见的儿子一回来变性冲冲地看望T红 结果看到他脸色苍白 还以为他生病了 于是细心地叮嘱侍女 一定要好好照料 就让他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 慧迟又是起了个大早 打算去给秀红请安 可是看着肚子越来越大 命绷盖已经不能掩饰了 在侍女的劝导下 他将怀孕的事情告诉了慧迟 好在儿子得知母亲的丑事并未生气 在国外接受新潮思想的他 反倒是理解母亲多年首寡的心酸 他决定以肚甲的名义 将母亲带到日本去生孩子 在国外的时候 慧迟一直到母亲照顾有家 陪伴他欣赏着沿途的风景 直到他生产后 孩子刚满一个月 就被送给了日本当地的一对夫妻 虽然对再一次的骨肉分离感到很不舍 可T红也无可奈何 只能接受与新生的孩子天歌一方 之后他独自回到了新家 慧迟则留在海外 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奋斗 没多久 相伴多年的侍女也要出嫁了 虽然十分不舍 他还是放走了侍女 临别前 摘下自己手腕上的镯子送给侍女 祝福他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 不像他的一生 虽然有爱过的几个男人 但都匆匆而过 最后一个都不在身边 慢慢地他守在大宅子里老了 美丽的容颜变成满头白发 他也成了别人眼中的老太太 这天 T红心血来潮想回到舅舅家看一看 其实只是想看一看江海 巧的是 他真的遇上了江海 如今的江海不再是唱戏的小生 当年去国外留学后 成为一名优秀的商人 虽然白发苍苍 却仍旧意气风发 T红没有上前打招呼 而是回到新家那个灰暗的房间里 往日的一幕幕如画卷在眼前展开 人生几十年的事如梦幻泡影 最终犹如春梦了无痕 多少的伤悲和欢喜 都只是过往模糊的回忆 在平静的追忆中 T红永远地留在了桂花像的新家大院里 成为了桂花像的一个助角 也是时代的助角